歡迎收看 暑假出國未為風潮 但飛機擺烏龍的事件 也層出不窮 今天就告訴你一人飛機烏龍記 邀請只要搞飛機 就少不了他們的油 出國怪事多都讓他遇到可以柔 玩遍世界冒險王出征肉又剩 看遍機上怪現象林啟威 帶團演成搞烏龍馬國賢 一人出國遇上搞飛機怎麼辦 現在搞給你看 旅遊的季節又來到啦 來了 當我們其實拿到機票 到機場辦Check-in的時候 登記報到的時候就開始旅行了 是的 這時候期遇就開始了 真的... 你在飛機上會遇到什麼樣 在飛機上會遇到什麼樣的人 什麼樣的事都很好玩 在飛機上最恐怖就是你知道嗎 就是你真的永遠不知道 你旁邊坐的是誰 真的 那個很恐怖 對 有的時候那個運氣一步 不是很好的時候呢 就是整個旅途就覺得有一點 吵雜或者是不順利 但是也有運氣好的時候呢 一坐下來就覺得 哇 Yes 對 但我從來沒有運氣好過 那你常坐飛機嗎 還好啦 也大部分都是到內地 內地嗎 對... 有沒有遇到什麼糗事 有一次 對 我想起來了 怎麼樣 但是不是在飛機上 是在機場 不是 因為... 因為真的很糗 我們在機場的廁所裡面 上廁所 上大號 你知道嗎 因為是公共場所嘛 那廁所總是你會擔心一點 是 不乾淨 那上大號呢 我就索性就是踩在那個麻糟上 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上 我有忽悔 結果我上次上著 突然看到一個頭 因為它那個門是 那個下面是空的 空的 對啊 你知道嗎 然後就在外面大聲嚷嚷 你知道我 你知道我上完 你知道嗎 我出來 我出來他還是守在門過 你踩...你踩下去啊 你上大號是不是踩下去 這樣跟我 跟了一百多公尺在機場 所有的機場 有人都知道我上大號 踩上去 他是誰啊 他是清潔的嘛 清潔工嘛 你道成他的不便了 對啊 一般女生才會踩 那為什麼男生 女生怎麼會踩在上面 那就是也是怕就是說 不乾淨 怕感染啊什麼 可是一般機場他都有那個紙 不是抽起來可以讓你 墊在上面嗎 對啦 下次我就會這樣 所以你是因為不知道 有那個紙可以鋪在上面 所以你踩上去 沒有 我其實是太方便而已 我不想弄太麻煩 我就趕快踩上去就好了嘛 你們呢 你們有沒有 對啊 那不敢講啊 沒有 其實是在飛機上如果 通常因為還是會起來上廁所 但是最怕就是上廁所的時候 你剛好遇到亂流來 因為你當你在 坐在上面的時候說真的 尤其是最怕遇到上下的那一種 因為你就會發現 你整個屁股都濕了 然後但是你又沒辦法移動 然後你又很緊張 但是你就是你知道 每上下一次就是會彈到 你很喜歡把大便沾在身上 你在沙漠也勾到 飛機上也勾到 那你雞腸有沒有勾過 雞腸沒有 我的天啊 你這習慣怪 你知道 只要是在自己熟悉的環境 基本上是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在台灣我也不會 可是在飛機上真的是 沒有辦法避免 而且是真的 而且當你很恐怖 我有遇過兩次 一次是全部都弄在屁股上面 因為這很嚴重 然後我也很慌啊 而且又怕 其實很想趕快回到座位上去 可是你不會先離開馬桶嗎 然後貼在門上先 不是 不行 你就是不能起 那就全身了 就把他堵住 所以我就是沒有辦法 你就知道你知道 每碰到一次你就是得 你知道 因為你就是覺得很冰涼 然後又黏黏的之類的 然後還有一次是 我正好要起來 正準備衝的時候 就忽然來了 然後這個水就漸在上面 整個都是你知道 就漸在馬桶邊緣 對 這種我遇過啦 這是真的 上廁所遇到來 不是我 就是我上次不是那個 空中接近事件嗎 那一次啊 然後那個... 那個飛機啊 平穩了之後呢 大家在處理啊 那個很亂啊 那個有沒有 機場裡面很亂 大家在處理 然後就突然聽到 開門的聲音 砰 廁所有一個人出來 對啊 全身濕的 衝到臉 全身不知道是水還是尿 你知道嗎 對啊 然後想找空服員 怎麼辦這樣 可是大家都在忙啊 沒人理他 他只有自己拍一拍 所以我就說 這真的是很難 很難你知道 避免的 因為真的遇到亂流 你也沒轍 可是我覺得你那個情況還好 是因為在飛行當中 遇到亂流 所以你還有時間去處理嘛 對 有一次我是在要Landing的時候 遇到亂流 那我剛好又是 但是Landing的時候 你不是應該已經在座位上了嗎 可是有時候真的你知道 肚子很痛 你就是想要拉 你也不能控制他 說不要拉對不對 那你還是得去啊 那空服員他會叫你說 先不要去 因為他們準備降落了 可是你就是很急 你就偷偷去 沒有沒有 還跟他講說拜託一下 你跟他說我很快 他說一下 所以你後來很慢 我跟他說 我會很快速的上完走出來 所以他們就讓我去了 旁邊不要笑這麼大聲 我很快 結果我進去上 因為他飛機要降落 然後又遇到亂流 一直在抖動 然後他就突然就是 有一次突然抖得很大 就是整個東西全部上來 連到屁股上面去 然後又準備要降落 然後外面空服員一直在說 先生 不好意思 我們要降落 你快出來 然後但是我又要處理 你知道嗎 他又很急的 他又一直在催促你 又沒辦法 只好 先把那個衛生紙弄了一坨 好 壓在上面 褲子穿起來 先走路在外面 然後後來... 壓在上面 因為你來不及擦嘛 你就先大概處理一下 把那紙弄在... 把他當成包大人這樣子 對 怕... 你要褲子上面嘛 所以就先把他墊著 然後等到下飛機降落之後 在飛機的機場再去... 好誇張喔 對啊 這樣辦法衛生啊 你更髒 先弄吧 那沒辦法 那更急啊 這小子不但快你還髒東西 那我也不願意啊 因為我腸胃不好喔 像我們坐飛機啊對不對 我們都會在候機室嘛 然後就是空姐 他們不是就跟著機長 要走上去嘛 對不對 通常我都會看一眼 一看就... 今天運氣不好 懂我意思喔 了解 有時候會這樣 今天不錯喔 可是上飛機就找不到那個人 可是你怎麼知道他那些人 一定是坐... 我坐在候機室 他們要上飛機 氣死我了 我好怕你主持到暴雪館 你那些...冷靜一下 所以康哥你是不是都坐前面 譬如說頭等或商務 沒有 我都坐駕駛艙 因為好像比較年輕的 都是在經濟艙 比較資淺啦 所以每次買票的時候 我們都... 很痛苦你知道嗎 搶不到經濟艙 不要...年輕的還是要舒服 年輕的舒服 好痛苦 你在選什麼 年輕的舒服 你是在坐飛機還是什麼 商務艙會比較舒服 對 要講清楚啦 但是後面... 沒有 年輕的還是要舒服這個 所以有一個很詭異的現象喔 就是買頭等或商務的客人 很奇怪 吃完飯然後也不睡覺 就會到經濟艙去繞一繞 可以這樣喔 可以喔 他繞什麼呢 反正就是可以起來走一繞 就好像... 好像在Pub看人一樣這樣子 看一看這樣子 沒有 因為那個經濟艙的客人 沒有辦法到商務或頭等 但是前面的可以往後面走 是不是 中間不是有一個 他們比較大家會聚在那邊嗎 我都會故意探個頭 對不起 給我一杯冰水 加冰塊的 然後拔一眼 不是... 不是有那個服務鈴嗎 你為什麼還要自己這麼去 他就這樣拔嗎 他就這樣拔意思嘛 如果按服務鈴 來的只有一個 你去看可以看很多個 沒錯 來的是頭等照照照 你跟我走 對啊 來... 拔鞋 拔鞋喝點什麼 你一定喝酒對不對 氣場有的時候 大家會趕不上飛機 或者是有一些人經常性 在那個免稅商店 不知道在裡面 幹什麼東西 對 然後在奔跑 去趕飛機 你們有過這樣的經驗嗎 因為現在很少人會再去逛 什麼免稅店啊 或是在那個... 因為其實現在免稅店 東西都沒什麼好買啊 對 了不起就是... 免稅店聯盟 他說你們東西沒什麼好買 不是啦 不是... 因為大家都知道 燈酒其實速度都很快啊 因為現在機場 我覺得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買 可以逛 你知道嗎 因為既然機場 我說實話 所以我跟你講 這才奇怪 我們經常看到那個空姐嘛 請問你坐哪一班飛機 有沒有那個什麼... 一直在找 那個人到底去哪裡 對 很奇怪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些人 一直趕不上飛機 很奇怪 我還看過有一個很酷啊 我們不是在吸煙室嗎 人家已經廣播一直在講 她大姐還在抽煙 抽... 都去拿 抽抽她 慢慢的走過人家 那個... 那邊那個拿那個無線 那個空姐 等一下... 你... 上去 上去 不過有時候我們遇到這種客人 就是有一些比較資深的姐姐 會整她耶 怎麼整 就是最後一個才上飛機 而且會吞吞的 她就會拿那個VA廣播說 我們的飛機已經延遲十分鐘了 就是因為剛剛呢 我們看到這位女士 她去某個地方購物 沒有進...沒有即時趕上飛機 那很抱歉 因為一個人的因素 讓所有的人在那邊等待 我替大家... 就是跟大家說一聲對不起 這很酷 大家都看她 對 大家都看她 然後那個人就會覺得 有點不好意思 就這樣默默走 沒有 其實你們這樣 還太微信了 你們應該講她一直這樣 各位...她 她 就是她 她現在走到第幾排了 那個... 就她 空虎也不能這樣講 大家一起看她 一、二、三 看 你有沒有 你講這個我就想到 有啦 我上個月 因為我從那個上海回到... 要回台灣的時候 我從上海要做到 香港的轉機 然後我做那個 有一家龍的航空公司 然後因為像以前啊 因為我很久... 我記得在我們以前啊 只要你登機 只要你換了... 拿到登機... Bulling Pass的時候 就拿到登機證的時候 一般飛機來講 你遲到...飛機才遲到 得要等你 可是那次我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因為... 那次我是跟李方文 她那個林謙語 然後我們在... 他們是做另外一家澳門航空 另外兩個人是玩我十五分鐘 可是那時候廣播我看看 時間也差不多了 剩十分鐘我就準備說 走到那個登機... 登機門那邊去 準備登機了 結果我走到那邊的時候 我一看我發現 那個區域都沒有人了 然後我再看一下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看到有個人走過來 他問我說 先生 你搭哪班飛機 我說 我就是搭這班飛機 為什麼都沒人呢 他說沒錯 飛機 你沒看到 已經在那... 就已經飛機走了 我說但是還有十分鐘不是嗎 他說對 有十分鐘 但是你現在走過來 你看看時間 剛好兩點半 我說那這樣最後一刻 登機不行嗎 他說我們現在規定 起飛前十分鐘 就一定要到 一定要上飛機 你不能說等到 剛好時間的時候 才在飛機那邊出現 之前沒有廣播嗎 他有廣播 但是因為我在聊天 我沒聽到 那你活該 對啊 活該活該 結果後來我就... 就接下一班飛機 結果... 那個馬國賢... 對 馬國賢他就... 我就是要慢慢去 我那時候不是故意的 因為忘了啦 但是這個還不是最扯 最扯的是有一次 我在澳門轉機的時候 因為那一次也是 我們去在大陸拍戲 就是我們上個月 不是在大陸拍戲 然後一直來回 然後後來那個什麼 我們公司給我那個 班機時間給錯了 然後我好像是到澳門之後 一般都是接很緊嘛 都差不多一個小時轉機時間 差不多 我是等於是下飛機之後 馬上你知道再過關 再轉飛機上去 對... 然後那一次我是... 回看那個時間他大概... 我是下午點多到澳門 然後我看一下那個班機時間 是晚上九點鐘 我不知道怎麼接的 我想說中間總會空了四個小時 那澳門那邊其實 你在機場很小 不知道要幹嘛 那我想說那我就去 威尼斯人吃個飯好了 於是我就出關 然後到了威尼斯人那邊吃飯 然後又順便再玩了一下 我差不多... 因為我九點鐘的飛機 我差不多八點鐘 我再回到那個機場 然後我在登機的時候 他們看我登機證 他們說 先生 你這個飛機已經飛走了我 他說我這個飛... 對 飛走了 他說已經飛了 我說飛了怎麼可能 還有一個小時耶 他說不對啊 你這個飛機 已經飛了... 然後我說不可能 他就叫我說 你看一下那個搬機時間 然後我再看一下 我說這個航班不是現在飛嗎 他說這個航班不是 是六點飛 你看錯了 是我看錯那個搬機號碼 結果飛機已經飛走了 那怎麼辦 結果後來就... 他就說幫我敲 看下一班飛機還有沒有位置 那我運氣還不錯 就是下一班飛機 還有一個位置 然後讓我上一班飛機 我再坐回來 我們去澳洲的時候 其實不是我發聲的啦 就是跟我同行的 另外兩個導演 因為有一個導演 剛去秘魯 剛回來 就是剛回台灣 馬上又去澳洲 所以他是屬於那種警戒區域 你知道南非是屬於警戒區域 澳洲非常嚴格 所以他要你登記 看你自首有沒有去 有 然後他們就把他送到 另外一邊的那個 就一堆人在這邊等正常人 那邊就是異常的 去那邊等 異常的 對 然後可是那個導演 就是他去過秘魯的導演 他的英文不太好 所以另一個導演 就上去關心他 所以那個人 那個海關員員就說 你是他朋友 他說是 那你有去秘魯嗎 沒有 說好 那你到另一邊 所以就是兩邊 然後交叉詢問 然後開始翻他們的行李 亂翻一通 可是他就 兩邊都問一樣的問題 可是就不讓他們知道 就是沒有時間去溝通 他問他 你有沒有老婆 他說有 對 你有老婆 那個人也問他有沒有老婆 他說沒有 他說那你們來澳洲幹嘛 他說來玩 因為我們是勘子 就說避免麻煩 我們就說我們來玩這樣子 他說那為什麼你來玩 你老婆沒來 那個男的來 對 他就很認真了 不能有外遇的嗎 奇怪的 然後他就看看那個人 然後那個人就這樣 擠眉弄眼 然後開始問 就說你們哪裡認識的 就開始一直詢問他們的東西 剛剛認識的 然後開始狂翻他們的那個包包 然後我們帶了一台小型攝影機 他們也不關心那個 他們就說就一直翻包包這樣 試圖翻出一些 對啊 然後 對 他們就很興致 應該是個案 應該是個案 然後一開始就說實話就好了 所以說你就沒有出過國了吧 不行了... 出國這樣說謊 沒有 因為有時候我們去工作 你就完了 你來幹嘛 我來拍電視 很麻煩了 你要很多的那種什麼許可證啊 對啊 工作證 大家都以為無畏無畏證啊 尤其是剛開始看警的時候 可能簡單一點 對啊 很煩的 他們就是一聽到這個 馬上就戴手套 然後開始搜行李 對啊 不過我們就經常鄰國日本 前幾年有一些事情發生 我講給大家聽 也是入海關 這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呢 大家進日本海關的時候 請盡量穿著運動方面 比較著重的衣服 為什麼 因為我跟張翰曾經去過日本 他就HIPHOP 弄得跟黑人一樣 穿拖鞋是什麼 沒有 就是很HIPHOP的這樣 那我就穿著反正很運動 我一進去 你來幹嘛 我說我來滑雪 OK 他一看張翰 在哪一個圓圈裡面 就是說 脫 鞋子 衣服 全弄半天 我在旁邊一隻小 我在那裡活該嘛 你裝黑人幹什麼 還有一種是 早幾年不是台灣常常有一些 女孩子被騙去日本 賣酒店上班 或者她自己去酒店上班 那有一次呢 我們就三個人 兩男一女 我們那時候是幹嘛 我們是開服裝店 要去日本進貨嘛 那是不是身上都會帶錢錢嘛 對不對 好 然後那個女的也是無聊 然後我們一進去看 那有八個女的都是 光鮮亮麗 打扮的 那我們就 不行 這八個一定很如啦 我們就排這一邊 然後排... 然後我們那個 裡面同行有個女的就 那邊只有八個 這邊好多人 她就跑到那一排去排 然後結果 這一排女的全部抓進去 去問話 然後問 對 一排問 然後大家就 你幹嘛... 一排... 你為什麼帶那麼多錢 這八個女是不是你帶來 在那邊搞了 大概兩個多鐘頭耶 那我跟我兩個男的朋友 就出來說 人呢 人... 這不見人啊 我們等兩個多鐘她出來 找到不排那一排 我說你怎麼樣 沒有嘛 那女的他們說 我帶的嘛 老毛 所以大家還是要小心 自己在... 也是在日本海關 有遇過一個事情 前幾年真的檢查好嚴格喔 對 就是一下飛機 就開始有那個狗狗 會聞你的包包 可能要聞 你有沒有帶禮物品 或是什麼 然後開始就翻行李 在其他國家 可能就大概翻一翻 摸一摸有沒有什麼 他們是每一個小包包都打開 然後就是有一個 裝女孩子的那個內衣啊 比較私人的東西的包包 然後它打開的時候 我就說 請不要開那個 然後它就是 一直就是發狠了整個打開 而且還... 因為它就像... 因為它就像... 對 然後還一件一件挑出來 我就覺得很尷尬 因為那時候是跟爸爸媽媽 還有所有的親友 一塊去那個日本 然後就發現 就是穿什麼顏色的 全部都會知道 就是要找那個 故意的啦 我告訴你 其實那隻狗是聞這個 對 釘子褲 釘子... 過分耶 大家都第一次坐過飛機 我們再講一講 就是在飛機上發生的糗事 其實很怕遇到很緊急的事情 像有一次 我們是整形的人飛去埃及 然後那時候在出發前的時候 我們導演他可能已經身體不太舒服 然後後來上飛機 因為其實我們轉機之後 是不是就搭網了 往埃及航空 就是往埃及的那個飛機 大概就要大概十個小時以上 是 那其實那時候飛了中途的時候 因為大家已經都在休息的狀態 然後後來我們導演就走到我旁邊 然後我就看他整個臉色發白 然後我就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他就說他... 完了 對 他就是很不... 你看他就快掛了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把... 就是趕快叫他坐下來 後來就叫空姐 那因為其實在那航空上面 已經很少華人了 然後再來就是空姐 大部分都是外國人 或者是講阿拉伯語的 那其實後來那時候就 趕快也只能求救空姐 然後跟他講說 可不可以請他幫我廣播 就是飛機上有沒有人是醫生 因為他... 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樣的狀態 他只是說他肚子非常非常非常痛 那我想後來可能 應該是什麼所謂的 急性腸胃炎之類 因為他已經開始上吐下瀉 然後後來就廣播後來整個 大概等了十來分鐘 後來就來了兩個 然後一個剛好是台灣人 然後他是住高雄 好像是中醫 然後第二個就是 是外國人的醫生 但是獸醫 我其實那時候也管他 不管是什麼醫啦 反正就是能夠 有醫生就好 對 看能不能夠 稍微看怎麼樣 可以紓緩他的症狀 還怎麼樣的 因為那時候我還往窗戶看 看有沒有 看可不可以跳一下 看之後有沒有哪裡可以降落 你是誰 居上 那邊有醫院 往那邊降 那邊 那邊 十三雞嗎 厲害 好 有沒有求是 求是 我自己本身 你態度我好一點 不要以為我長得富美 你就是這樣子好不好 有沒有求是 因為我曾經就是 我這次去 從那個內地回來的時候 旁邊坐了一個 我覺得疑似 我懷疑他有兆育症 因為其實一般我上飛機 我不太喜歡 先太早登機 因為那個有時候 在飛機上會比較悶 我會覺得胸悶會 對 你是以為明星 對 有些人會這樣子 不是因為 一半大家會看得到 對... 我馬國賢 我沒有這種心態 你說不想太早就好 而且你進來 你進來故意這樣講 不好意思喔 因為我去內地拍戲 不好意思 我拍的那個是內部 內部 沒那麼漂亮好不好 OK 反正我就是很晚 然後我幾乎已經出來 快是最後幾個上飛機 那我一坐下來 我就感覺到 我旁邊這個人非常奇怪 因為那班飛機非常滿 然後他... 我一坐下來 我就感覺到我旁邊那個人 他不停地這樣 坐立難安 詭異 這個很軟 我會很像 我現在... 怎麼會是怎麼樣 對 我都不知道他 他什麼回事你知道嗎 然後剛好那飛機 他又... 不知道出了什麼狀況 沒有按照原定時間起飛 大概晚了又十幾分鐘 然後我就看到他 一直在... 更慌了 因為他... 我是坐最靠走到那個 他坐中間 那邊還有一個人 他就這樣 看窗戶 他到底在幹嘛 我就想... 糟糕了 神經病 搞得... 搞得我自己也... 很毛 很緊張 然後我也不知道講什麼 好 他就忍一下好了 假裝看雜誌 拿雜誌起來看不見看 好不容易凹到飛機 準備要起飛人 然後他開始這樣 他坐飛機的會不會 對 會不是有恐嚇 對 可是你懂你這個好人耶 因為他在表演 只有你再回應他 謝罵會謝罵 有需要人在旁白嘛 他就整個就... 那你都不理他嗎 我知道 我那時候 我這麼... 他在瞪你啊 對 他就這樣 我不知道是不是瞪我 因為我不敢看他 我完全就是假裝在看書 我那雜誌你知道 那雜誌很無聊 但我還是就開始看 我... 我連瞄都不敢瞄他 他就... 你不會偷偷按服務理 對 你就偷偷按一下 空姐來按服務他就好啦 空姐就會看到他 飛機在準備起飛的時候 空姐... 不是 你跟他站起來 空姐 你看他啦 我這樣怎麼做喔 我要換位子 不是 結果發現蘇拉裝妥 他上次我他還不跟你講 一般人家 直接尿 對不起 不是啦 這太逼你了 你再怎麼樣 你會跟人家講他會 他還在看書 他還在看書 這樣就過關燈消了 沒有 你最少 你應該跟他說先生 不好意思 接個過 我要去洗手間 什麼之類的 會不會講 他不是喔 他就起來 就... 就整個呈現那種 瘋狂那種狀態 我被他搞瘋了 你知道嗎 後來... 後來啊 後來我告訴你 我不知道很瘋狂耶 後來整... 整兩個小時 我都沒在座位上 我都站在廚房那邊 站在廚房那邊 跟空服員那邊 那...那個... 終點就是... 沒有... 我跟你講 那照一隻 根本就是他一照一隻 弄一下 安排一下 兩千港幣 假裝 我有一塊的假裝 對 像有一次我就是 就是要搭那個 墨西哥航空嘛 然後在我旁邊 就坐了一個墨西哥的女人 然後他就是胖胖 對 就除了有時候你也會蠻胖 就是蠻怕遇到 像這種體型比較大 因為... 像我們又比較嬌小 其實空間都會被他占掉 然後那時候 不過那媽媽人很好 看起來就是很慈祥 然後... 因為我有過敏性鼻炎 所以如果當飛機上 空氣不是很好的時候 我就很容易一直打噴嚏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 我就開始一直這樣 那因為有時候 過敏性鼻炎 一打是十幾個 就連續來 連續的 就控制不了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你就會聽到一聲 對... 然後就這樣 連續我打了十來個 他都在... 十幾遍 對 他就這樣 因為他是很自然的反應 就變成是說 他就是希望你趕快好起來這樣 但是他是自然反應 所以我就一直這樣 然後就... 然後... 他們通常講一次就... 沒有... 我遇到那一個他就是一直講 有的會一打噴嚏 他就一直講 他十次的表情都一樣嗎 還是到最後一個已經... 其實我也... 沒有... 他其實... 他還不動他就這樣 他就是很自然的 然後後來... 因為我已經聽到 我就覺得 這好像也一直打擾到人家 我到後來就把彼此列起來 就是我們歡迎乘客登機的時候 然後就是 歡迎登機 你的座位在哪裡 譬如說他說33K 我就會說靠窗戶 然後往這邊走就可以了 有一次就看到一個中年男子 穿扶著一位老媽媽 就很孝順的樣子 媽媽 慢走 然後也是問我座位在哪裡 我就跟他說 結果呢 我就說 婆婆 你的座位 是在那個窗戶旁邊 然後那個兒子就說 對啊 今天要讓你坐糖尾 就是可以看到 飛機的起飛降落 從來沒有搭過飛機這樣子 然後那個婆婆就很緊張 她就說 不要啦 我不要坐糖尾 糖尾 這是真的 然後我又忍住不敢笑 她就說 好 我很怕冷 就是不敢坐窗戶邊 然後她兒子也笑出來 就是她對飛機的結構不了解 然後就會... 以為可以開窗那樣 對 然後另外還有一次就是 乘客堅持要跟我換位置 就是空服員的位置是比較... 那個椅子比較高一點 然後對面不是都有乘客嗎 對 然後有些人就很喜歡 跟那個空服員聊天 體驗一下就對了 對 然後她就說 聽說你們那個椅背後面 有常降落傘 就是逃生的時候 你們有特殊的那個逃生設備 是我們乘客沒有的 我說你哪裡聽來 根本沒有這回事 她說明明就有 她說要不然你跟我換位置 你敢不敢 我就說 可是公司規定就是空服員 一定要坐在自己的 空服員的位置上 然後乘客坐乘客的位置 然後她就說 你看吧 你就是不敢 我就知道你們有那個特殊的 討生設備 不敢跟我們換著坐 那是色狼吧 什麼爛招 他在哪裡 他在哪裡 沒有 就是沒有 我跟你講 妳應該講 那我跟你講 你不要亂按喔 這個會彈射喔 他就射出去喔 其實像這個小孩 最恐怖 最討厭 小孩哭鬧 草不停 因為我這一次也是 從紐約回來的時候 其實通常我們真的會 很怕遇到 如果你說是手抱的 那真的是沒辦法 對不對 因為你講不聽 它就是你只能靠媽媽 把它哄睡或怎麼樣 然後那時候 我們這一次回來 後面剛好坐 應該差不多是四五歲 然後一個媽媽 她是帶著兩個小孩 那時候 那個小男生 他應該不是坐在我正後方 不過那時候我已經聽到 就是他在玩我隔壁隔壁的那個 可能杯架有沒有 他就這樣打開蓋上 打開蓋上 你就會不舒服這樣子 應該是坐在他前面 那個女生會不舒服 可是因為就聽得到那個聲音 就關關合合的聲音 然後這樣也就算 因為我就是時差很嚴重 所以我就在休息睡覺這樣子 然後後來整個 他可能後來就是因為 可能我們在那個飛機上 不是可以玩遊戲還什麼的 因為我只是聽到 因為他是一直講英文 那小孩就一直講英文 說什麼 就是想叫他媽媽再打開給他 打開給他玩 然後他就整個飛機上 開始哭鬧 長達四五個小時 然後是嚴重 而且他是大聲就說 就是咆哮的哭法 可是像這種小孩子哭 應該是會有影響的吧 對 很影響 所以其實到最後 已經是引起重怒 不是 引起其他不哭的小孩 一起哭吧 沒有 其實診策真的就這樣 因為是狗 一個叫他很小 不高雷 我們要問一下 小嬰兒才有這樣的情形 小嬰兒會有嗎 如果說是三 四歲都 四 五歲其實是 媽媽通常應該要有很大的責任 四 五歲就不行了 因為我們曾遇過 就是十幾個嬰兒一塊哭 然後也是起源 十幾個嬰兒 對 而且是真的很痛苦 因為你就是晚上大家都在睡覺 看電影都看電影 然後就是很安靜 突然一個人在那邊大哭 而且聲音很宏亮 跟著 接下來在遙遠的另外一方 就有另外一個嬰兒 會應 對 然後接下來 這邊又一個... 就十幾個一塊哭 然後我們就全員出動 幫忙安撫啊 然後給牛奶啊 給毯子啊 或是幫媽媽抱一抱這樣子 我運過一次 我差點把飛機門打開 大家已經死算了 真的 我們也是差不多了 我快瘋了 因為上飛機 我那台要去哪裡 去澳洲 很久 七個多小時 上去對不對 對 一上去我就說 那個空平很好 董哥 你坐這個 這一排啊 只有你一個人 大概可以躺下來 很好啊 我剛坐下來 沒有大概五分鐘吧 哇靠 來了一位我們印度的媽媽 帶了一個小孩 我們也沒坐 算了 算了 你坐嘛 他就坐下來 飛機起飛 對 剛開始還好 開始飛啊 他把那個椅子都弄起來 那小孩子躺的 那小孩子就 我坐這嘛 那他就腳在這邊 頭在那 他媽 他就... 我就... 我們不能怎麼樣啊 然後弄... 他媽就跟他講 你開始哭 好...不要... 然後一直這樣 要不然就站起來 搖那個椅背 我就這樣搞七個小時耶 真的 因為像我們那一小 小鬼不睡耶 他媽媽都沒有 他媽一直這樣 真的沒辦法 不是 我是覺得 安排你坐那邊那個空檢 是嘟爛你 他很討厭你耶 他知道會有一個印度媽媽 帶小孩 要不然小公呼嚨到那邊去坐 我就真的很想走過去 就直接 所以有時候真的 坐長城 像我們坐那個飛機 是十五個小時 就是大概就長達 大概五個小時 其實那小孩子都是哭鬧不停 然後到最後旁邊的人 一定是就是 大家有些罵 就是跟他講說 就是安靜 然後有些是這樣 而且是 沒有 而且我覺得 這時候其實是媽媽 應該就是你看 是要把他帶去廁所打 對 就是看 他廁所打 反正帶去廁所 看是處理還是怎麼樣 反正想辦法 讓他安靜下來之後 因為說有時候 小孩子哭鬧 我知道有時候是 沒有辦法 小孩子 對 那我們大家可能 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大家還是包容的 因為他真的太久 大概已經超過五個小時 是嚴重影響到周遭的 可能那個長等的 所有的客人都是被影響到的 像我曾經就有一次 我是真的是 在飛機上我被小 被小朋友嚇得到 不要講廢話 真的 真的 那是怎麼樣 那是怎麼樣 我從這裡坐計程車出門 對啊 那是是我到台東外景 我坐飛機 坐國內線坐到屏東機場 然後已經準備要降落 在降落的剎那間 飛機突然再拉 已經 輪胎已經要降落了 他突然拉起來 再拉上來 又往上拉 那在那一刻其實會緊張 然後那時候 離心裡的關係 所以會心舒服氣 然後你就突然聽到小孩子說 光是聽到小孩子那個叫聲 你就會覺得很毛 再加上媽媽就開始講說 你知道 因為飛機突然往上 已經要降落 要往上拉 聽到這種話語 從飛的過程 重新降落的過程當中 小朋友就一直不停的哭鬧 你知道那種被他喊到 我那個心毛到 我覺得我這一次差不多 應該是最後一次 最後一次打飛機 不過沒有辦法 因為這種重新降落 其實對小孩子來講 他們一定會緊張 很不舒服 大人都會怕 如果要吃小孩 小孩哭鬧當然原因很多 有肚子餓 有壓不平衡對不對 那也有什麼 電動玩具不給他玩 最怕一個 掛 你沒辦法解決嘛 怎麼辦呢 對不對 這是最恐怖 我不要 我要下去 這種事 所以各位小朋友 拜託 坐飛機的時候 不要下去 好不好 不過有時候父母也會很縱容 也不是縱容 他沒有辦法 他會 有些人不理的 對 有遇過一次他就是 小孩子一直不願坐在座位上 那媽媽就說 好 那你就去玩 就讓他去玩喔 他就想前面跑 後面跑 跑到所有機組人員 還有所有乘客 都知道有一個小孩在跑 然後大家也滿有耐心的 就讓他跑 結果最後要降落了 所以他就說 那個空服人員 然後終於抓到他小孩 放到他面前說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要降落了 請你把你的小孩子 裝好 不是 裝好 不是 放哪裡 把你的小孩子 就是放在座位上 綁好這樣子 對 好 就是把他綁好 他就說 媽媽就說 現在我們要降落了 你不能再跑了 一下一下就到了 他說好 然後結果才一下下而已 他小孩又開始哭 就說 媽媽 我要上廁所 那種 那種你知道嗎 就是他又開始 他說不行 我們現在要降落 忍一下一下就好 不行不行 我要尿出來啦 這樣子 然後媽媽就說 你知道媽媽什麼反應嗎 他說 你去啊 也不是帶他去 就說你去啊 這樣子 可是那時候空服人員 都已經是坐在 已經坐好了 已經綁好了 然後那小孩子就這樣 跑去 然後空服人可能還在弄 一轉過來 看到那小孩子 大叫一聲 你怎麼在這裡 然後一把抱過來 對 他可能 那個空服人也失態了 怎麼會小孩 因為他已經認識他了 所以他就是愛玩的那個 你怎麼在這裡 對 一把抱過來抱著 然後馬上就 就那個 飛機降落 對 好危險 還可以演電影 還滿恐怖的 然後我自己都 對啊 我第一個反應是 那小孩不會動一下 他就尿出來 還有這一招喔 對啊 以後快降落的時候 看哪一個空服人很正 我這樣 我怎麼在這裡 踹下去 失智了嗎 臭老頭 回去 滾 但是有時候小孩子這樣子 其實也不能怪父母 因為小孩子搭飛機的經驗 沒有大人多 對 小孩子有時候在飛機上 突然失常喔 也要多包容一下 盡量 亂流來襲驚魂祭 這個經驗 空中接近事件 第一名 對啊 那太恐怖了 但是你那個只有一次 你很多次吧 很多次啊 最驚險 最恐怖的一次是什麼 都還嚇哭 我覺得日本跟夏威夷 之間的航班真的那個 亂流很多 亂流很多 而且是搖到讓你會吐的那種 而且最怕就是那種上上下 妳沒有飛起來過嗎 我自己沒有 不過我有同事他跟我講啊 而且還秀他的頭皮給我看啊 因為他是整個就是亂流 這樣上上下下晃 那叫晴空亂流 是沒有預警的 機長也不可能會通知你說 把那個安全帶系好啊 或是什麼 沒有任何預警 就突然你可能在服務的過程當中 人就飛上去了 那我那個同事就是直接頭 黏到那個飛機的天花板 砍在裡面 黏到 然後掉下來這樣 沒有 就像整個撞到 然後他說下來的時候 發現他有一塊頭髮 在那個飛機的那邊上 好噁心喔 對 然後還有一點血滋 那因為他是大概 幾個禮拜之後告訴我 結果就秀給我看那個傷口 就整個很像那個 少一塊 就少了一塊 對 就還縫什麼的 就真的很驚險 可是他剛剛一講 怎麼只覺得我們訓掉 輸掉了 你是怎麼樣 你是飛起來然後眉毛掉 沒有啦 我們是在送餐 然後遇到亂流 突然一下子 因為飛機好像從一萬 然後可能就是 突然掉了九千或 還是八千那樣子 突然下來 你怎麼知道 我說是那樣 因為... 你有感覺 人是有感覺的好不好 對 你可以感覺到 你心還在上面 那人已經在八千的地方 感覺掉了一萬英尺嗎 不是 感覺掉了一萬 你就差不多掛了嘛 兩千啦 對 可是掉一兩千 就是你感覺東西 因為東西往上... 因為他們在送餐嘛 東西往上飛嘛 就有感覺要掉了嘛 結果他們就... 看那空服也很緊張 都抓在那邊 那這樣弄著嘛 你就知道說... 只有這樣子而已 對啊 只有這樣子 沒有像他那樣整個飛上... 有沒有那個飲料那樣 飛起來看過沒有 飲料飛起來有... 就是飲料什麼都亂的嘛 最後來... 不是車... 那飛機穩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在收拾 因為那餐車上面的東西 全部都已經飛起來 掉在地上 尤其還打到客人頭上 去安撫客人送些禮物什麼鬼的 那你有沒有看過空姐飛起來 沒有啊 所以我就說沒像他... 沒看過他像他們誇張的 飛起來頭皮都掉了鬼的頭 徐哥那一點都不誇張 他那一次多慘啊 真的啊 怎樣 那個人是直接這樣 啪 貼在上面 他這樣一... 我看著他耶 這樣子 太誇張了 不是太空桌了 他太空桌了 他在上面沒有 緊張死了 你也說嗨 我想不... 那你怎麼會就是這一次吧 那你怎麼... 你怎麼沒有飛起來 我安全帶嘛 然後我還巴著那個... 椅子 那個下圓裡想 所以我覺得空服真的很可惡 所以你應該這樣看他 對 我跟他對望這樣 好奇怪的情景喔 然後他跟你講 要緊張... 我等一下就下來... 他大概貼在上面五秒嘛 五秒... 五秒以後... 五秒以後那個飛機變平了以後 他就整個... 這樣摔在地上 我想說他完蛋... 掛了... 最近是看過那個投影機掉下來 就是掉下來 然後下面那個乘客是外國人 你知道他什麼反應嗎 馬上把相機拿出來可以蒐證 開始拍... 然後才叫空服人官 要索陪 那可能要領陪 對 結果我們就等著看 看他們要怎麼處理這個 因為他很奇怪這樣掉啊 對 結果他們最後 拿了一捆捆的膠帶 開始貼 對 用貼的 我不是把那老外嘴巴捆起來 眼睛... 然後反拍 對 然後就請他挪位子這樣 服務態度有夠差 那我其實有做過就是在... 哪裡 對面的那個... 你現在是指控內... 你不要再講... 他們現在網友很厲害 你不要害我 我沒有說要... 不要這麼俗辣好不好 不是... 但是我覺得他們真的那個... 可能就是... 因為你看他們一米設施 其實做得很漂亮很好都很好 可是我覺得他們軟體的部分 可能就是還需要再加強 因為他們得一些那種 可能是話術 就是他們... 像一般例如... 話語... 一般人來講我們做國際航空 話術你也要計較 就是講話的人會用... 潛實用字 像比如說國際航空話 他們可能說先生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有提供魚餐 還有蛋餐 那你要哪一種 都要 對不對 但是他就說那如果你都要的話 你稍微等一下我等一下送完 如果還有剩 我再拿過來給你 他都會回答你每一項問題對不對 我要隔一半 對啊 也OK 等一下我自己要幫你服務 因為你孫彭我OK的 對 都有可能嘛 可是你這... 他們那邊就可能就是... 連送餐啊 先生 餐 就是餐飯直接就丟下來給你 那你在坐飛機那種感覺 你就覺得 我又不是狗 對不對 我即使我在家餵狗 我們都還是乖乖把貝 來吃東西 我們還是這樣餵 我們也不是就丟下去 吃飯了 對不對 我們不被尊重 我們曾經有發現一個事件 是有關送餐的 就是有一位空服員 他對客人不敬 然後就被投訴 因為那天的餐 可能有雞肉跟豬肉 然後他就送...就說 你是雞 你是雞還是豬 雞還是豬肉 那是不是很笑話 然後那客人都很生氣 就投訴到航空公司這樣子 不是 那... 你是貓吧 那客人氣什麼你知道 因為他回答了 你就雞還是豬 他是氣那個 不過服務員的服務時間 是不是有那個區隔 當然啊 對 像他們可能休息時間 不小心闖進去的話 對 他們態度就整個... 臉色好像會比較臭 對 你要闖去哪裡啊 他應該闖去哪裡啊 沒有 我只是闖去 對...就是廚房 因為我那時候感冒 所以你要...你要笑 你要探頭嘛 嗨 他沒有拉蓮子 然後我就直接探過去 然後剛好那空姐在吃東西 對 我想說他應該會 就是不好意思笑一笑 然後要什麼這樣子 他不是 他就動 然後我說 對不起 熱水 他裝了 然後就給 怎麼了 吐舌頭 妳有會這樣子嗎 因為我自己也遇到過 就是我去搭別家航空 我發現就是空服員 他在那邊休息的時候 微笑的那個臉先放下來 整個不見 太累了 對 太累了 臉放下來 臉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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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還好耶 我遇到都不會啊 大部分都不會啦 我遇過那個在吃麵 吃泡麵 來一碗 你為什麼有泡麵 我也要 你真的要嗎 我說開玩笑... 他也會... 要逗一下 你現在跟人家開開玩笑 要什麼有什麼 不是 你這種就按鈴就好 你就不需要走去嘛 對啊 走去我們是對不對 因為我不太信任那個鈴 我不知道按那個鈴有時候 可能剛剛那時候坐美國 對 按了他就是不來 台灣的那個... 風扇很好 坐美國線那些... 我很愛坐我們自己 國家的航空公司 聽說你被日本的帥哥搭過賽 對啊 而且那趟 讓我飛得意亂清明 真的假的 自己也動心喔 結果是一個大笑話啦 就是一上飛機 就是這個男生 就對你投影那種愛慕的眼光 然後整趟服務的旅程也是這樣 就是有意無意的對你笑 好像他在服務你 對 而且他的長相就很像 身高高達一百八十五的 牧村拓哉 就是很帥氣 對 然後就穿著那個運動風 可是整趟旅程我們都沒有講話 他就是很有禮貌 謝謝或是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 他到底是不是對我有意思 就一直在那邊幻想說 他等一下是要跟我要電話呢 還是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結果要下飛機的時候 他就去換了一套白西裝耶 從頭白到腳 就害你帥氣 真的 白下下 真的 很像日本藝人就是很帥氣 而且還梳了由頭 就是頭髮有點長 就整個眼睛一亮想說 如果要跟我求愛 會不會整得太誇張 跟妳求愛 很像那種漫畫的情節 或者是那種小說裡頭的浪漫故事 結果就飛機一停妥 那趟班機沒有什麼人 結果就在那邊送客人嘛 然後就是離廁所很近 他就拿了行李 然後他就走進那個廁所裡頭 是 就馬上出來拿了一朵玫瑰花 廁所裡頭有時候都會放一隻玫瑰花 對... 我整個心跳加快 我想說天啊 這個時刻終於來到 他要跟我說什麼 結果你猜他跟我說什麼 他跟妳說 機場在哪裡 是不是 他跟我說呢 這個玫瑰花可不可以給他 因為他等一下要去見他的女朋友 他想把這個玫瑰花送給他 好失望喔 那妳有沒有給他一拳 我整個就三條線 就整套旅程是我自己會錯意 沒有 他說不行 不行 對 拿過來 死 我要碰過那種挺有趣的 你知道嗎 我記得那時候 從北京飛到迎川嘛 去拍戲 然後呢 就是飛機起飛了 起飛之後不是都會 什麼介紹這個怎麼樣怎麼樣 什麼救生衣怎麼用 對... 他那一套沒有 完全沒介紹 為什麼呢 我也是好奇 我就問那個空姐啊 奇怪 你看你真的都沒有介紹那個什麼 什麼救生衣什麼衝氣啊 什麼用啊 他說你看看外頭 你看看外頭 看見海了嗎 對啊 看見海了嗎 我說沒有啊 對啊 那不是就對了嗎 這個猛 我就說 不是 萬一是真的 當然就是呸... 萬一真的出了什麼事情怎麼辦 對啊 我們有閃啊 對啊 我覺得他還挺幽默的 對... 很好笑 因為像我以前很愛吃麻辣鍋 而且我特別喜歡在 出國前一天吃麻辣鍋 拉肚子 有一次我就是從台北到 到那個飛曼谷 就是那天 前天晚上吃太多 然後一上飛機開始很奇怪 因為他那個氣壓整個改變 然後就... 我就覺得很不自在 肚子裡面開始 就開始熱情翻滾 然後我就一直在廁所裡面呆著 所以我那一趟 我大概在廁所裡面 飛了四個小時 我大概在廁所裡面 大概快三個小時吧 除了起飛降或沒有在廁所 其他時間都大概 所有人都知道你拉肚子 就是... 連空服員都知道 我跟他說那天保留給我 對... 因為我... 因為我不自覺的就會肚子 開始覺得後面覺得很鬆 好像會去上廁所 也沒人趕進去 我敲門請問你要不要喝飲料 喂 他在旁邊用餐好了 所以他那一趟 大部分的座位是在馬桶上 對... 等一下這邊這個 跟那個所有的空服員 跟那些機師講 真的你們辛苦了 每次都帶我們這樣 出國去遊玩 那個... 我們在那邊也為他們掌聲鼓勵一下 對... 好啦 那今天就謝謝 跟大家廣播 謝謝... 謝謝... 謝謝...